欢迎收看今天的一期追新闻 有一个华航机师呢 在前天到淘基附近的停车场 想要停车的时候呢 因为最近华航机师染疫而被拒绝 所以他有些不满 那停车场现在就出面曾经说啊 我们早就跟华航谈好了 说欢迎机师还有机组人员来停车 但是我们不提供接驳服务 只是因为呢 当天来的是新进的工作人员 他不熟悉流程才会引起误会 而另外在台中东海京华商圈的时代大广场 那这个地方呢 当地人评论说根本就是废墟 不过近期有诸多菲律宾的移工 用大概2000块左右的价格租下了这边 而且呢在这边居住 因此呢开始有了生气 那甚至有人呢评论这个地方 很像是香港的九龙寨沟 最后呢苗栗的头粪和竹南最近开始 供舞庭二之后呢 除了影响到餐饮业洗法洗车业 还有一个行业被影响到了 就是牙医诊所 在竹南呢就有一个牙医诊所呢 为了补足用水 所以他们买了55箱的矿泉水 加进水塔当中 当然是成本很高 但是呢他们主要就是希望诊间 不可以没水可用 但是今天我们真的要跟你聊的 就是现在目前全球疫情的一个状况呢 因为现在目前全球的疫情 到底有多严重呢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卡 这个图卡呢 它现在目前已经提供了我们全球 那还包含美国现在目前的确诊状况 到底是如何 那在目前呢美国的确诊人数是3298万 死亡的人数呢是已经来到了58万 但是为什么要特别跟您提疫情呢 就是因为印度现在目前的武汉肺炎疫情 真的是重新卷土重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目前印度的确诊人数是1800万 那死亡的人数呢是已经来到了20万 那不仅如此 这个图卡上面其实还没有跟你提到一样数据 就是一天的确诊人数 麻烦就麻烦就是一天的确诊人数 印度呢在今天的确诊数是30万30万在跑 379257个案例 所以呢现在目前印度的情况 真的是非常的严峻 那全球呢也不过1.5亿 死亡呢是316万 所以面对现在目前印度的情况 美国方面为了避免自己疫情死恢复人 所以国务院调生了旅游警示 而且还希望呢美国公民赶快离开印度 那印度现在目前实际的民间状况到底是如何呢 在北方邦呢就出现了一些非常让人鼻酸的一些案例 北方邦呢就有一个70岁的老翁 他因为村民呢觉得说他把他的妻子火化了 火化之后的会有病毒传染出来给整个村落 所以呢老翁说要火化他的妻子 大家就说不准 最后呢他只能扛着他太太的遗体在路边 很无助的哭 那甚至呢还出现了一张照片是 有儿子跟女婿把亲人的遗体 是用机车三贴的方式夹在中间 然后送去火化场 那原因是因为当地的救护车都不够用 那到底有多不够用呢 最近在印度也有一张照片是 一辆救护车上面居然装了22具的遗体 那这张照片现在也在网络上面被封权 当然现在活葬场已经不堪负荷 那还活着人呢 现在也面临到了一种状况 就是染病过后 我会有一些呼吸上面的问题 所以当地现在需要大量的呼吸器还有氧气 那刚好呢 在这个印度有一个叫做加兹阿巴德的市区 有一座寺庙 这个地方的寺庙呢 就是你现在图把照片上面看到的这个寺庙 这个里面呢 因为还可以提供给患者氧气瓶 所以很多人是远道而来 但是当地你知道气温38度之高 来这边大排长龙 排队排很久 就是为了要帮家人拿氧气 当然现在面临到这种状况 善心人士真的很重要 有一个善心人士呢 保莱坞的明星 他的名字叫苏德 他从去年以来呢 就一直自掏腰包 主要呢 就是希望能够提供给民众一些药品 而且能够让他们有一些氧气 甚至是病床 那所以呢 他现在呢 也被称为是民族英雄 当然除了印度人之外 全世界的帮忙也很重要 譬如说美国呢 在这一回就捐了28亿的医疗物资 另外还有2000万剂的AZ疫苗 来给印度 那在英国的部分呢 则是提供了三座的氧气工厂 德国是提供了120台的呼吸器 在俄罗斯的部分呢 他们是进行了紧急的人道协助 那当然我国台湾呢 也是购买了150台的制氧机 那现在目前呢 在周末的时候 预估会送到当地来做防疫 当然你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疫情的状况 真的在印度是已经全面失控 全世界都希望投入帮助 希望印度赶快退销 街头叫嚣 气氛紧张 为了力保佳人去命 印度人只能涌向黑市 强买氧气筒 我祖母 如果我们不给氧气氧 她会死在医院 医院说没有氧气氧 疫情在印度大爆发 医疗体系已然崩溃 一名65岁记者 只能透过推特不断求救 表示自己的血氧掉到31 还有人能来救我吗 但地方政府单位满板拍 仅回应请提供完整资讯 一个多小时后 记者推文 没了动静宣告死亡 整个经历宛如死亡倒数的文字直播 也让印度民众控诉 记者之死 如同政府以往 讽刺的是印度身为全球最大疫苗生产国 却因变种病毒使得周边国家 也深受疫情蔓延之害 从尼泊尔 孟加拉 到巴基斯坦 与斯里兰卡 南亚掀起 疫情海啸 连世界最高圣母风都被攻陷 印尼菲律宾也拉警报 面对疫情强势反扑 国际间只能纷纷声援 全力防堵病毒 持续扩散 在您新闻 金属会报道